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阿曼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的大話新聞 吳善九 台北管議員長被槍擊身亡 今天有非常大的效應 就是我們的國會議員 給民進黨政府非常強大的壓力 說現在外面的帝安是壞到在家被偷 出門被搶 所以這些治安 如果一個禮拜內吳善九這個案不破 那麼內政部長 行政委長都要入台 所以帝安是不是敗壞到這樣的地步 今天我們要來討論 老實說 帝安是不是很好 我也沒什麼相信 帝安是不是壞到這樣 我也沒什麼相信 那麼到底情況怎麼樣 因為他說 中央政府的數字都是美化 變出來 沒有人會相信的 老實說 帝安是不是變出來 現在到底要信什麼呢 只好信什麼 信人民真正的感受 所以今天我們要開門庫印 給大家來講 到底現在的帝安是什麼樣 但是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 我們也要來討論 到底吳善九這個事情是單一個案 還是台灣真的抵安破片的現象 是歐都抵國 吳善九按照今天 中央時報聯合部的懷疑 就是說那是可能以私人的債務的問題 所以引發三支 等一下我們也要給大家看 甚至有人說 有人說什麼 說最後他是無心問政 問政停頓 沒有為選民服務 為什麼 他可能沒用債務的問題 但是 所以有必要跟他講到這樣嗎 這個是我們今天要來討論的問題 那麼 但是你叫來政部長 行政議長落台 我覺得來政部長 行政議長一定要為這個事情負責 那是屬性 為什麼 因為全國任何地方出現治安 都是中央政府的責任 可是請教 怎麼都沒有去要求周習委 周縣長 這跟南軍的執政縣市 跟縣市長就沒關係了嗎 所以我今天要講這樣的意思就是說 是不是大家都能夠很中肯的 很理性的 來解決問題 討論問題 同時也都一致的標準來追究責任 那麼另外 中正紀念堂的糾紛 老實說 一句來一句去 老實說沒完沒了 我也不希望這樣 可是 今天我們不要再討論 我們要討論的是 其實事情真正的本質是 到底蔣介石需不需要再受到這樣的膜拜 台灣人民真的是對他有要付出這種感情嗎 他的這個紀念要在台灣普遍這樣子 接受這樣的氛圍嗎 這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 為什麼 因為我今天要給大家看更多的資料跟照片 來 趕快來介紹來賓 第五位是前時報做刊的總編輯吳國動兄你好 你好 台灣 另外 農曼高雄林建築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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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是政治記者陳立宏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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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原院社科所助理研究員徐永明 徐老師 徐老師 主持人 各位觀眾大家好 政治記者 中連晃 你好 你好 同意 各位想請大家好 另外是知識媒體人 陳金蘭 金蘭 你好 大家好 來 我們先來看今天吳善酒偵查的進度 同時來看國會的質詢情況 我們先看我們一起 發生槍擊的吳善酒服務處 警方除了持續派人輪流駐守 一方面也加派警力緊盯路過的可疑車輛 現在更是沿著歹徒可能逃逸的路線調閱監視器 而為了提供更多辦案的方向 警政署不但派出駐區的督察 從案發當天開始進駐新店分局作證 更下令行事局7對1的成員全天守候 每天晚上9點固定召開專案會議 希望能快點找到破案的蛛絲馬跡 光天化日之下居然有人敢如此大膽槍殺民代 吳善酒槍擊案可讓其他民意代表人心惶惶 立委炮轟內政部長李懿洋治安敗壞 治安沒有敗壞 整體來講 治安沒有敗壞 整體不到惡化或者敗壞的地步 一句治安還不到敗壞地步可惹惱了國民黨立委 要內政部限期破案否則李懿洋應該下台負責 你應該針對這個命案你要限期破案 跟你的同仁講 懷孔你要破案 沒有破案我李懿洋我下台 有沒有逃出去啊 說不定是境外的人來犯罪 職業殺手 至於我沒有逃出去 委員我也謝謝委員的提醒 我們當然也通報了相關的 包括海巡單位 禁管單位 所有的海岸線 所有可能逃離的地方 我們現在都在警察 好 我想像今天的內部 聲說吳善九之死 也許是黨人財路 也許是利益糾葛 不知道 它這個是A三版 最重要的版面 但是不管是黨人財路 還是利益糾葛 去奧槍殺這個事情 這個發生這樣的事情 槍殺的人其實就是非常嚴重的犯罪 我們也不允許 但是在那裡我們也是算不好 這是不對的 問題是 這到底是吳善九個人的問題 還是整個台灣社會治安的問題 請大家再看 待會兒那些細節 我再討給大家聽 這是今天的中央四部 也是同樣的A三版 說吳善九多項投資失利 以債務纏身惹殺機 我的意思是說 到底這事情 調查清楚 真正是不是 一定要先下這樣的結論 全國治安敗壞 槍口下問政 這跟楊明山草山行管有什麼不一樣 會修了就要國不知道 現在也還沒調查出來 就說這是政治陰謀就是怎麼樣 來我先請教一下國隆兄 怎麼看待這個案子 我先聲明說 林草的博力事件 我們都要給它看一看 不是只有發生 政治任務的心想 那才是叫博力事件 林草在發生社會 如果有博力事件 我們都不能允許的 我們今天看吳善九這個事情 你剛才說得很好 案情還在調查依情 為什麼現在的政治操作這麼明顯 現在人家的政治問題 政治任務一直把這個插 插說它是揭壁啦 問政如果這樣民意代表還有什麼安全 一直要導演說是這個政治的問題 其實這個事情 我看報紙怎麼怕一條 這個吳善九議員 跟一般我說了解的議員 一樣 你給他看報紙什麼 他所有參加什麼小碧壇 捷運站開花 上海投資案 土方 還有有限電視力 這個議員怎麼不可以跟這種程度 跟問政有什麼關係嗎 不知道 為什麼自己個人做的這些東西 我們會這麼多 這麼複雜 議員如果這麼複雜的時候 你所料理的事情是什麼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個案 在調查清楚以前 大家不需要去採測是什麼問題 不過我們今天要來看 這個事情 對地理提案有很大的影響 我相信是有很大的影響 因為這是屬於特別的提案事件 它不是政治事件 在台灣的政治事件 真的直接抓牽涉 把政治任務斷死 這樣有這種問題 結構是警告 去法國府府開兩千 自己的車子大兩門 把你警告 不管你是腳踏腳 不慢還是什麼不慢 很像說 十堆議員還是民意代表 因為他知道 那些事情都很大 說你會很大 十堆已經破案了 所以沒有歐度 沒有那麼空的 尤其說你去打到人的線 害的人 整個家庭人員 還要去坐牢 或是財團的大小力 像說劉邦友那件案 我們會發現 十堆跟財團的小力有關 所以那些人在懷疑說 從中國那邊請來 撒手 政外殺手來做的案 這個案 我們看整個案件的境界 一分六秒鐘 一分九秒鐘 就做完了 他們的稱職 又是非常強烈的稱職 大樓絕對是老闆的 是 很冷靜的人 跟一般的污渡 在做的不一樣 污渡是站在門口 一個人坐在污渡車 等 騎在大兩千 快走 污渡車騎在走 這個不是連車牌就沒有把他摸起來 那表示說一禮拜就要駐於死地 那不是警告性質 這個案件 要打不然很簡單 如果不打 台北官的警察局長 應該要落台 怎麼說 你是不是叫台北官警察局長 林國總是我的好朋友 是 台北市行政大隊長 行事警察局副局長 都做過是老行事出來 如果這個案件就不算 說不可以發動 一禮拜查清楚 那也不要做了 建設事 所有的全國的行政 都給你建設事 通電計畫一個月找出來 一個月裡面 什麼人跟吳傘舊卡丁 有的在說五四三 不滿的 都叫出來聽一個 就知道對方是什麼人了 這沒那麼複雜 不要再讓政治任務 就這樣抄襲 說這是政治事件 我